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执行长林万亿经接受广播节目专访,针对军人年改的楼地板最低生活保障,指出退府会近期地毯是搜集11万退伍军人意见,正在整理中,他也首度松口提及没有所谓32,160元是铁板一块,不能调整。 国防部日前预告退府新制草案,年金最低保障金额楼地板为每月清台币32,160元,林万亿经在接受POP抢先报广播节目专访时,则首度松口至32,160并非不可调整。 林万亿强调,退府会用书面、口头、电话访谈、座谈等各种方式,已搜集了11万的退伍军人意见。 有些人主张32,160也可以,但如果给退伍军人比较高的额度,当然是欢迎,因此没有所谓32,160元是铁板一块,不能调整。 针对退府会主委李祥宙曾在立法院达询曾提到,希望争取最低保障金额可以到4万元。 林万亿则表示,年改会当初在讨论时,32,160元是以公务员一纸等本凤加上加几计算而来。 而李祥宙提到的4万元是以台北护理之家照顾失智症患者一个月的收费是4万元为依据。 总统蔡英文认为最低生活保障金额应该达到中上水准,最后年改会采用32,160元。 蔡总统也同意这个底线,不过是用在军人身上要原则一致。 还是例外处理,目前正在收集各方资料,最近会向副总统和总统报告拍板定案,很快会送立法院。